上个月19号节目的Arts Me Go艺术街区系列活动即将在双十连假进入尾声 而7号 9号 10号一连三天街区导览和艺文讲座也将陆续的来进行 邀请进驻花莲市节约街八个商家和场域的艺术家住店来展览 将展出到这个月11号 也欢迎民众把握机会在老建筑中与当代艺术不起而遇 由文化部花莲县文化局指导好地下艺术空间 花莲日日大会艺术共同执行的Amigo艺术街区一起来系列活动 在9月19日热闹节目而双十连假即将进入尾声 包含花莲日日咖啡铺子白雪商号检察长宿舍 一托邦艺文空间香宁食品行时光1939花莲港教会 分别展出艺术家住店创作作品 拍照或者是说用手绘把它记录下来 然后就转换成拼布的图形 然后就把它呈现在作品上面 那花莲日日这一栋其实是很早以前的建筑 所以它其实从一楼到四楼五楼 因为它楼上是民宿 所以它其实它每一层楼 就是它是一个大户人家留下来的 所以它每一层楼都有一些很特殊的历史的记忆跟记录 所以我就把它的一些元素跟符号 也把它转化做在我的作品上面 那其实我做这个作品其实是希望大家能够静下心来 那大家可以漫步在这个街区 然后跟我的作品然后做一些对照 你会找到一些太阳 然后你也会找到一个找到十字架 然后你会找到小猫咪在街区上面 然后其实它很多 这是瓷砖 然后这也是瓷砖 这也是瓷砖 然后大家可以去找找看这个街区里面 让你吸引到你的部分 我的艺术作品比较都是在做数位影像的创作 那这一次我们就想到利用这个场域 可以用数位相框去呈现我的数位影像 其实很多地方是可以让你坐下来好好休息 所以我就想到我去做这样的创作 那我就放了三个相框 这三个相框其实都是在花莲市的一个 我觉得算是比较网络上查不到的不知名的景点 就是你可能要很特别去搜寻才可以查到 那我觉得也是一个给大家 给观众跟给在地花莲人一个小考验 就是你看你能不能看出来 这三个地方到底是哪里 那这三个地方都是我自己个人觉得非常舒服 非常美 然后是心情不好或是心情好 或者是带朋友来的时候 都会想要去走一走的地方 那就在这个老屋子 在咖啡铺子里面去呈现这件事情 我觉得比较多是因为老板给我的感觉 就是我们都是一样的 我们都是从北部来 然后厌倦了水泥丛林厌倦了都市生活 喜欢花莲这块土地的人 那我们也希望 我也希望能够透过这个作品 去呈现我跟老板一样 喜欢的这样的一个环境空间 给大家去参考 那也希望就是让看的观众 可以让他们去发现说 花莲有更多更美好的地方 10月7日10日的展期艺域讲座 9日的街区导览都将陆续进行 而在开幕带来演出的 住村艺术家Banai 也将在9日带来加开场次 欢迎民众把握机会 趁着双十年假 在花莲市节约街 在老建筑中和当代艺术 不齐而遇 更多活动详情 请上脸书粉丝专页 Fall in Art 一起生活 记得蒋帮叶华联士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